第二世界亚布利年会开幕式主题演讲中 小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雷军 分享了他做制造业的原因 就是想解决国货被人看不起的问题 在会上雷军澄清了社会认为小米产品都是中低端的误解 他解释自己十年前从一个做软件互联网的外行来做制造业 是为了把自己所掌握的互联网经验来帮助制造业转型升级 来帮助把国货做好 今天回想起来当初还是有点无知无畏 干了十年以后他依然觉得低估了相关的难度 雷军说我做制造业我是想解决什么问题 想解决国货被人看不起的问题 十年前他就希望通过提高商业效率 用性价比来帮助整个中国的国货改进产品改进设计 但却给人造成了都是中低端的误解 于是雷军开始想做大家认可的手机 他想小米的产品只有再贵的产品立足了 大家才能真正认可小米为国货做出的新的努力 今年年初小米旗舰鲜明开始做高端手机 雷军认为未来的智能制造就是无人工厂 整个工厂就是设备和整个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小米为整个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所提供的一种解决方案 雷军希望未来十年小米能够真正提高整个国产产品 在大家心目中的口碑和印象 能够全面提升新客户的品质和设计 能够让全球的每个人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